2020年結束前夕 美國新冠疫情30天再創下兩個慘淡里程碑 全國單日錄得3,740個新冠死亡病例 新冠住院人數12萬5,200人 連續兩天雙雙突破新高 英國變種病毒入侵本地 和新冠疫苗接種延誤 令到情況更加嚴峻 疫情下的跨年 全球各大城市部分慶祝活動照辦 但人影凋零 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統計 30天的死亡人數是本月單日死亡第9次超過3,000人 由於節日期間各地政府部門報告疫情數字暫停或滯後 導致近日的疫情數據暴跌或暴漲 聖誕期間出行人數眾多 專家警告更慘烈的情況還未到來 聯邦疾控中心CDC更作出最壞打算 未來24天恐怕將會再增加8.4萬死亡患者 當選總統拜登今天宣布 將於1月20日的就職典禮上特徹環節悼念新冠死者 已經是美國本土發現的英國變種病毒B117 雖然沒有更高的致命性 但傳染性要強50-70% 意味社區感染的案例會繼續激增 令到已經不堪重負的醫院面臨更大壓力 霍羅賴多州29日發現的美國首例英國變種病毒確診患者 是該州的一名國民兵 日前曾被派到一家養老院工作 30日又證實出現一喜疑似案例 南加州同日也傳出變種病毒確診病例 由於3人近期都沒有出過旅遊史 CDC表示這個代表該病毒已經開始是美國人傳人 目前與實驗室合作 正在全美多地擴大搜索範圍尋找變種病毒 預計將會在幾天內有結果 阻止變種病毒入侵已經走不通 被賦予厚望的新冠疫苗接種計劃卻履遭嚴誤 衛士漢慎州一家醫療中心超過500劑莫德納疫苗 因為員工故意銷毀慘遭棄 州府各自為證 疫苗管理頻頻傳出亂象 首先注射的民眾很快就要撕打第二針 情況恐怕會更加混亂 疫苗面世的時候 特朗普政府曾經承諾年底前可以令2,000萬人接種 但截至30天 已經運往各地的疫苗只有1,240萬劑 注射人數只有260萬 遠遠低於預期 特朗普政府曾預計明年6月底前 全美80%的人口可接種新冠疫苗 但按照目前速度 可能要等近10年才可以達成目標 接種速度未如理想 但更多疫苗將在近期免世 對美國的醫療系統又是一大挑戰 聯邦曲速行動的負責人斯盧維30天宣布 短期內將在有兩款新冠疫苗獲得批准 其中強生的疫苗只需注射一次 最快2月推出 聯邦政府已經簽約購買1億劑 未來可追加2億劑的訂單 而牛章大學和英國藥廠 阿斯利康合作研發的疫苗可望4月面世 屆時也可以提供過百萬劑 中國也在2020年末 宣布由國藥集團研發的新冠滅活疫苗 接種兩針後的保護力達到79.34% 31天正式成為中國首款獲准上市的新冠病毒疫苗 該款新冠滅活疫苗只需在攝氏2-8度儲運 預計明年生產能達10億劑以上 將為全民免費提供 由於防疫限制 全球各大城市紛紛取消跨年活動 即使照常舉行也會禁止民眾到場 紐約時代廣場的跨年倒數活動 1814年來首次不向公眾開放 只邀請醫護人員作為特別嘉賓 澳大利亞適尼的跨年煙花會演也禁止民眾到場 呼籲在電視上觀看 日本東京的跨年活動全部取消 希望民眾早點回家 天下衛視編輯報導